中国大陆最近就是说好像各方面客人落益于土 这有一个原因 一个就是中国大陆正在办国家发展高等会议 这个主要是邀请各个世界各大企业的负责人到北京 那么跟中国大陆来开会 所以目前他的商务部长叫王文涛 几乎在短短时间见了十几个全世界最大企业老板 Cook是其中之一 因为Apple是非常重要 在这个IT电子业里面等于是直龙头的 所以另外还有我看到了还有就是说 瑞士那个辉瑞药厂老板也去了 然后这个德国瑞士 然后这个德国的这个瑞士的雀桥 这个世界最大的食品工业公司 老板也去了 所以不只是库克 各方面的这些 这个不同部门的这些世界级的这个经济产业领袖 最近都在北京 那其实北京这次召开这个会议 把各个主要的这个大的企业龙头都请到北京去 大概几个重点 一个就是跟他们保证说 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 继续开放 事实上是不会不会改变的 那另外一方面 我觉得大陆最近喊了一个口号 我觉得哇这个喊的比我们还厉害 什么东西 他那个他要把这个 所以外商要加速外国厂商 在中国的国民化待遇 给予国民待遇 也就是说中国大陆在 可能就是说快速的抛弃 产业的保护主义 你知道保护主义基本上就是补贴 自己国内的产业 那补贴的钱从哪里来 就是自己老百姓的钱 那比如说我们今天台湾有一家 有一家公司很不争气 他不赚钱 就政府说那我们拿一起钱来救他 那可能的结果就是越救他更有依赖性 所以其实一个国家可以 把这个保护主义把它抛弃 这是蛮了不起的事情 所以更加像开放市场 这样子刺激你本国的产业 要向竞争 外国产业要有实力来竞争 第二个也不要拿自己本国老百姓的钱 去补贴一些 本身并不是那么好 怎么讲呢 勤奋的产业 所以保护主义 其实我们就从这个产业本身的健康发展 还有对于消费者来讲的话 其实是不公平的 所以我觉得这个会议就变成 就是说大陆现在不断地向人家在保证说 我们要开放 我们要让你继续在中国的市场 这相对美国呢 现在正好是在这关门 所以美国关关关 看起来好像 这个好像都是在 以伤害别人为目的 可是现在美金的状况 可能就跟美国的一次关门是有关的 我们都希望中美的关系好 因为这世界最大的两大国 关系好 我想稳定整个世界 目前疫情之后 大家的经济都要复苏 我们也很希望 各个区域的安全都稳定 但是谁是挑衅方 您刚刚讲得很明白了 挑衅方的这个部分里面 停止挑衅 关系就会缓和 那很明显的 挑衅方就是美国 所以当新加坡的总理 他很直白地说 我们真的不希望中美两大国 彼此的时间关系紧张 但是我更期待 李雪龙更走一步路 就是要求世界上所有的国家 或是绝大部分的国家 都站出来跟美国人说 不要再挑衅中国了 中国没有做任何一件不好的事情 你为什么这样不停地挑衅 你把中美的关系搞得这么的糟 我们真的看不下去 我觉得目前的情况 如果有更多的国家 都有这个道德勇气 都站起来的话 我想美国自然就会收敛了 因为美国他自己也知道 国际议论 国际的压力 也会基于他本身 我想这个是 美国自己清清楚楚的事 现在我们来看 前段时间 沙特阿拉伯跟伊朗 你看他们多开心 多感激中国大陆 促成这两个世仇的国家和解 我们也留意到 海湾国家阿拉伯的联盟 当习近平去访问的时候 他们有多开心 多开心到不行 然后当习近平到莫斯科 跟普丁见面的时候 普丁是感动的 现在新加坡的总理 马来西亚的总理 还有西班牙的首相 还有法国的总统都要来 你可以看得出来 他们都非常的开心 而且满怀期待 这个期待什么呢 期待跟中国大陆 彼此之间有更多的 合作的空间 有更多的协议可以签订 而且现在的 不管是在博奥论坛也好 北京也好 一个协议 一个协议都在签 一个合作 一个合作都在签 上百亿 上千亿 都这样子一直在发展下去 它带动的就是 很多人的就业机会 带动的就是让 很多的地方的经济 能够繁荣 大家能够有就业机会 就是有收入 生活就可以过得下去 孩子的学费可以缴得出来 然后还可以剩一点钱 可以去观光旅游 生活品质会拉高 多开心的事情 可是问题就是你看 如果转场到美国去的时候 当贺锦丽跑到非洲 非洲的国家说 你对中国你有意见 我们可没有 我们可开心得不得了 美国到哪里去 都让人家不开心 把人家找来 也让人家不开心 一个是中国拼外交 让人家开心 一个是美国拼外交 让人家讨厌 然后台湾还有一个拼外交 就是把台湾人的钱 掏空空 我都觉得实在是 三个人 三个不同的样子 中国热热闹闹的 在拼经济 虽然它今年经济成长率 5%没有问题 它还是这么积极的 在拉拢全世界的投资 鼓励自己的企业往外投资 相对的 美国紧紧张张的 在处理银行危机 在处理俄乌战争 两相对照两样情 是谁造成这种局面的 大家心里有数 当然中国 不要因为经济成长而自满 也要想想 目前中国 虽然有这么高速的成长 跟这么好的成就 但是人均GDP 能来只有 一万三千块 到一万五千块美元 用最快的速度 跨越两万元的门槛 到两万五千元的门槛 很快的可以变成一个 已开发国家 就是这一代中国人 要自我期许的 一个很重要的目标 那对于这个 中国大陆有些事情 我能来是很有意见的 特别是对中国人民银行 虽然在俄乌战争一起的时候 我就公开呼吁 中国人民银行 应该赶快抛美债 要抛美债 大量买进黄金 但是他们拖到三月底 才进场买黄金 也在开始慢慢小心翼翼的 好像怕美国生气 要再卖美债 好吧 再卖个两千亿 让我更失望的是 他卖了两千亿 美国联邦政府公债 又买了两千亿 美国机构公债 你到底有没有卖 因为搞不懂你在干什么 小心翼翼的 现在货币黄金的储备 才从一千多顿 买到两千多顿 就好像很了不起的 意大利有三千五百顿 法国有四千顿 美国有八千顿 以中国的GDP 少说要七千顿 这个不是一般大妈在买黄金 买的是货币黄金 我不晓得中国大陆的人民银行 怎么这么怕美国 或者是怎么这么保守 你人民币要怎么国际化 人民币站不起来 你只能只看着 莫斯科用人民币 我很开心 当然人民币很开心 跟你人民银行要像个人民币的发行银行 而不是囤积美元的银行 我说的当然不是很好听 但是经济学家 谈事情就怎么这样谈 再来我要特别提一下 我们刚才里面这么多访问 少了一个人 就3月29号 有一个叫做马来西亚的首相安华 安华 访问中国 有个很重要的目的 要在吉隆坡跟新加坡 盖一条高速铁路 不是一般的铁路 不是跟中国大陆接轨的其他铁路 是高速铁路 那这个应该 只有中国跟日本在竞争 也应该中国会得标才对 这一点中国一定要做好 最好的准备去增这个标 因为有高度象征意义 是在你的范围里面 你再争取不到 那就很难交代了 因为摆在现成的 越南10年前 交给日本去盖越南的高铁 盖到现在没盖出来 那印尼交给中国去盖高铁 四年就盖出来 所以而且价钱又赔你的将近三分之二 那请问你一下 你这个新的这个 吉隆坡到新加坡的高铁 无论如何 中国大陆要把它争取下来 你看这个是 确实实的证明了 我多年以来的论断 就是美国的国会议员 跟我们台湾的这个立法委员的水平是差不多的 现在已经 现在已经证实了我的论断 我一直在强调说 美国国会议员跟我们台湾的立法委员的水平差不多 没有 美国国会议员更低 更低 都在台湾来讲 都是二三扭的人才会跑去从事这个工作 然后我也一直在强调 你不能骂我 因为你不在这个线上 太聪明所以离开政坛 他太聪明了 这个男人太狠了 那美国的政客跟台湾的政客的水平也是一样低的 所以我常常在笑说 因为很多媒体反问我 我说台湾的政客的水平 台湾是那个找不到工作人才会去从政 一般来讲 政客跟政治人物不一样 有些政治人物是不会这样子玩的 台湾的政客就是找不到工作的时候 就是从事这个群众运动 好 您可以看到 美国的荒唐跟可笑就一直不断的在显露出来了 那一旦显露出来了以后 我记得我在上礼拜刚开始的时候 我记得说美国打压这个T-Dog 而且美国的这个听证会 它会使美国的年轻人不再有自信 对自己的国家不会再有自信 对自己的所谓的政治体制也不再有自信 为什么 因为只要中国的APP超过美国 美国就要去限制打压 只要中国的手机超过美国 就要用国家安全的理由去打压中国大陆手机 以后只要中国的飞机超过美国 就不准这个中国的飞机卖到美国来 汽车超过美国 就不准中国的这个汽车卖到美国来 美国现在完全搞了这种保护主义 完全失去了自信 我觉得这个国家坦白说是可悲的 它在教育美国的年轻人 说我们的国家现在是越来越可悲 我们只要输了 我们就耍赖 我们就搞国家安全的理由 就不让人家进来 我就立法去惩罚你 你只要敢给我偷看T-talk 你跟我翻墙看 我就关你二十年 厉害吧 我有言论自由 我的宪法保障言论自由 但是你只要敢给我偷看 偷听T-talk 我就关你二十年 这个言论自由的美国真是了不起 其实美国他们可能自以为自己很民主很自由 其实你真的在美国生活 其实美国的自由事实上实时受限 像美国有些社区的话 它里面的一些规定 你家里怎么摆设 你门口怎么装潢 都要社区委会大家都来同意的 这个非常严格的 然后另外一方面美国是不是民主呢 美国这个民主事实上 你可能只有投票的时候 你会觉得你享受民主 可是大部分美国的立法 跟一般的老百姓都完全脱节了 也就是说 真正对美国有一个学者做过研究 真正对美国的政治过程的决策过程 能够产生影响力的 在全美国人口里面 大概是11% 89%的人 其实都在整个政治决策 这个过程以外 所以这个民主这个字 如果89跟这个政治的决策无关 你怎么是以民为主呢 不是以民为主嘛 所以这个都是一些假象 可是美国就用这个假象呢 我觉得他们已经自欺 自己欺骗自己很久 然后呢 现在要欺骗别的国家 就只有拜登来搞这个 民主峰会 那这个峰会 你基本上你如果是宣扬 你的这个民主的价值 好像你今天你要 你是教主 你要做这种 教义的这种传播的话 那你就要有教无类嘛 可是他又借这个机会 又凸显某些人 是该凑惩罚的 那你如果说是善意的话 你应该他越是 没有接受你这一套 说法的话 你应该请他来一起开会 所以这就不是正好坐实的 中国大陆讲就是说 有些国家 就是喜欢在这个 在这国际社会里面 拉帮结派 拉一派打一派 然后搞这个小圈圈 画巧圈圈 组小院高墙 所以这个就不是正好坐实如此 我觉得这样做下去 本来一个大家一个共同 你民主很好 你就拿来大家一起来 来学习嘛 就你又不让某些人来参加 那我就不晓得 他到底是动机是什么 而且基本上 你觉得你美国是完美的吗 对上次有很多国家 就不参加了 上一届的时候 就已经闹得蛮多笑话了 这次还要办 所以我觉得他办到第三届的时候 可能真正愿意参加 国家剩下二分之一吧 我很纳闷一件事情 拜登怎么好意思说 中国监控科技等等 中国是有用监控科技 在监控社会的方方面面 美国有没有 美国国防部底下有个单位 叫做美国国家安全局 他有个能净计划 大家都听过了 监督监控所有全世界 包括德国的总理 那个梅克尔都被监控 连手机都被监控了 那总理都会被监控 我们小老百姓更能够逃脱 那监控 所以美国是全世界最有能力 监控全世界最严密的一个国家 你怎么好意思说你是民主国家 你不讲说中国有监控老百姓 可是你监控全世界老百姓 你就不说 再来第二个 我想不懂 匈牙利跟土耳其 在拜登眼中不是民主国家 不能够参加民主峰会 可是为什么拉拢他参加北约 你不是说北约要共同价值 北约要民主国家能参加 怎么搞个老半天 匈牙利跟土耳其 都是你北约的成员国 这就百思不解 可能原因只有一个 这两个在制裁俄罗斯方面 老是讲反对的意见 所以应该讲说 这个就是反对俄罗斯的大会 不是要得了吗 其实我也看不起这个会 为什么 这个是一个大内宣的活动 叫做出口转内销的一个活动 因为拜登这今年是办第二届 目的何在就是肇事 他竞选连任 找外国人来跑龙套 来当临时演员 然后花点钱 也是美国纳税人的钱 他是玩这个游戏的 其他人为什么要配合你 去演这个游戏 所以巴基斯坦就很清楚 我干嘛配合你演 我觉得我越来越同情 泽兰斯基 拜登一直让他打下去 川普叫他不能打 万一川普当选了 他怎么办 蔡英文这一趟的美国或中南美洲之行 明白了就是为了要阻挡 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来台湾 不让他来台湾 所以他跑去跟他见面 让他不能来台湾 这个是一个拜登政府 跟中国大陆所形成的默契 因为不想给共和党 在台湾演出所谓反中的戏码 争取共和党的选票 那接下来所有的安排 都是肉麻当有趣的一个戏剧跟剧本 什么三立报导 四架F-16半飞 半飞什么叫半飞 是你飞机飞到美国 美国的飞机起来接纳你叫半飞 这个我们自己的飞机上面 就不叫半飞叫护航 我跟各位说明一下 所有台湾的空军一号 总统的专机或副总统的专机 只要上了空中的话 害怕被解放军给打下来 所以通常都会有四架 或两架以上的F-16战斗机 所以你知道我们的飞行员很辛苦 蔡英文整天在岛内跑来跑去助选 所有的飞行员就为了他们起飞 不要以为只有什么 解放军的军机来 他们要起飞去警戒 连蔡英文只要一飞 要飞到台东 飞到台中高雄 他马上也要起飞 所以每天忙的不得了 这个怎么肉麻当有趣的 爆这种新闻 再来有一些什么肉麻的镜头 我下次不选了 我爱你爱我 很无聊 这是戏剧演出 但是我要特别说一下 蔡英文刚才的演讲讲什么 他说台湾已经有了 三年来已经有了三大改变 第一个说台湾更有韧性 经济逆势成长 有吗 睁眼说瞎话 我们连续七个月外销负成长 我们以前是三%以上经济成长率 现在都只剩下两%还不到 然后他说我们国建国造 提升很多 我们有欣赴案没有交代 还有国建国造 还有说国基国造 什么我们是哪一种战斗机 了不起的战斗机 我们自己造的 他都根本就张 张着嘴巴说瞎话 第二个 他说中华民国台湾的地位 越来越重要 所以我们台积电到美国设厂 这个是什么 是我们科技实力的延伸 你怎么不说 这是被美国人逼着去那边 怎么样设厂的 是你力量的分散 怎么倒过来讲 再来 第三个 更经典的 他怎么说 他说台湾 台美关系更加深化 然后美国更加支持台湾的 自我防卫能力 你怎么不说 全世界都认为台湾越来越危险 连那个什么 连那个美国参谋所长 林徐卫主席 民粒都说 中俄开战并会不可能 那美国要跟中国开战 当然开战 就说台湾开战 不知道会到哪里 那你怎么不讲清楚 台湾现在处境 在蔡英文上任之前 是相当安全的 蔡英文做到现在的总统的任内 是越来越危险 那他怎么会真的眼睛收下 他讲给他自己的指使者听的 这个在弱麻当有趣 根本不是现实 再来他跑到什么纽约 去接受一个 赫德逊研究所的 颁的什么 全球领袖奖 那个奖 这个研究所从来没有颁过 是为他客制特别打造了 因为他有捐款 所以这是买来的 说不客气是买来的 因为有人讲说 他要颁给基辛吉 不对 基辛吉颁的那个奖 是他们创办人的名字的奖 叫Herbert Kong Award 不叫什么Global Leadership Award 所以他这个Herbert Kong Award 他不够资格颁 因为他只颁给谁 基辛吉 颁给那个安倍晋三 还有颁给那个雷根 颁给钱尼 轮不到他 但是他又这种奏秀 那蓬佩奥 说去不客气一点 蓬佩奥这极右派 怎么这种极右派 这个研究所多少人 是小企业 只有50个员工而已 这种研究所 他也接受这种颁奖 当然是个极右派的团体 而且在加州 雷根图书馆 所以蔡英文这一次去 完全都接触 共和党的基地 完全没有跟民主党的基地 接触 民主党的官员 跟他保持距离 民主党的团体 跟他保持距离 我不晓得他这次去 到底是共和党的代表 还是去访问美国 去访问共和党 其实蔡英文 这次已经是第七次 这个过境美国了 那之前 这个从这个 李登辉 陈水扁 马英九 都过境 那是太多次潜力 所以美国国务院 就是在 这个是很有潜力的 可是我们比较一下 就跟他 不要说跟阿扁 跟这个马英九 来比较的话 那么跟他前两次 自己在美国过境 这次是最低调 这次的规格 各方面都是最低的 一点没有突破 而且我看他们 在这个之前 吴钊燮也没讲话 蔡英文也没讲话 过境美国 基本上全部被封口 这个跟过去来相比的话 起码吴钊燮要出来 讲一讲吹吹风 然后把自己这一行 什么很了不起 给他讲得很伟大 结果都没有吭气 那么在蔡英文 这个昨天在机场 那个话 还有他到了纽约下来 在飞机上讲那话 我就感觉就是说 一点实质内容都没有 就是说我这次来 而且这个非常 感觉他那个气势 跟那个完全非常的 非常的差 那我觉得这个背后 就是有强大的压力 因为美国这一次 说实话 基本上蔡英文能够 在美国受到什么样的安排 跟待遇 完全是跟北京方面 谈判谈出来的 所以这个就反折射出来 现在美中关系的关系 很紧张 然后美国承受 极大的压力 可是美国愿意妥学 你记不记得 今天我们可能 有些朋友在电视上 已经看到了 在飞机上 有记者 我们水团的国内的记者 问吴钊燮说 会不会见庞培奥 结果吴钊燮怎么回答 你知不知道 吴钊燮说 谁是庞培奥 然后问他会不会见到麦卡锡 他就说谁是麦卡锡 这个事情其实 要一般来处理的话 他就说 这个我们到时候会统一发言 你们不要急 哪有用这种方式 这种方式 从我的角度来看 就是说他不敢提这件事情 他提都不敢提 那他有什么压力呢 他堂堂这个 这个外交部长 为什么不敢讲 是蔡英文不敢讲 我觉得他承受 这一行承受美方很大的压力 这一次我们看这些场面来讲 这个桥燕来讲 这都例行公事 哪一次的出访 那个没有桥燕 桥燕是他最大的一个活动 那刚刚哈森 这个智库来讲 刚才我已经很讲清楚了 这纽约的一个智库 美国大智库总部都是在华府的 没有在哈森 然后规模很小 然后这些为什么蓬佩奥 蓬佩奥就挂名在哈森下面 所以蓬佩奥因为他受到中国大陆的制裁 他是大概是美国卸任国务卿里面 行情最差的一个 找不到什么像样的工作 大企业都敢聘他 因为大企业要跟中国大陆做生意 所以我觉得到目前为止 那么明天还有一个哈森的整个的颁奖 那个我看 那个Bloomberg说是闭门 如果说是闭门的话 那真的太没面子了 我希望不要搞到那么没面子 这次去实在规格太低了 不过我觉得查证也不难 先看一下我们社外部门 有没有秘密的这些款项 留到这个研究所 或者是这个研究所相关的人的账号里面 我觉得只要查这个部分就可以了 那如果说哈德尔森研究所 或者是他相关的人 有拿了一大笔钱 是从台湾的这个相关部门送进来的美元的话 例如说几百万美元 那这样的话你就可以合理的推断 收了几百万美元再拿出几十块 了不起一百块美元的这个制作奖牌费 然后再送你一个牌子 那这个是很核算的一个生意 我觉得一个小研究所颁发给你一个牌子 你就开心到不行 文章要做那么大 不要这样子好了 我送你十个 我送你十个每一个都给你烫金 出卖台湾第一名 烫金给你 然后搞台独第一名 烫金给你 可以吧 要牌子给你 要有链子的都可以给你 什么链子都可以送给你 我觉得这个没有意思 因为我们要的奖项一定是在国际间 非常有分量的奖项 那个才有意义 如果不是的话 那坦白说意义都不大 那拼外交 大家要问的问题就是 给台湾带来什么 你要过境美国 那我们要问的是 美国要不要跟我们签FTA 或是我们美国要不要给台湾 什么样的一个好处 要不要增加投资 我只记得 叶伦他们都已经在提醒美商 说台湾是一个危险的区域 投资自己要慎重 我觉得在这个部分里面 一定要给台湾带来实实在在好处 因为我们知道 台湾现在很多科技大厂都在裁员 而且一泼一泼的裁 对台湾的很多的年轻人 还有中年的这些科技人士来说的话 其实他们现在处境非常的艰难 所以我觉得不要再搞虚的 我们要搞实实在在 另外我个人认为美国人在打台湾牌 他要付出代价 现在的情况我们看到的就是 随着大陆的力量一直在增长 打台湾牌的美国 他们本身付出的代价也越来越高 那现在的情况是 不知道这个代价要高到什么程度 才是美国他不敢不肯不愿再打台湾牌的这个地步 例如说您看到这一次蔡英文去美国境 那目前来讲美国他们的国务院紧张 然后印太司令部紧张 印太司令部说我们的情报单位 全部都打开我们的所有的情报系统 都在收集 那么监看中国大陆的一举一动 我们会把所有的讯息直接回报给我们的中央 为什么 因为他们认为未来在两岸之间也好 或者是中美之间的关系 可能会拉到很高的一个危险的一个程度 中美的关系越来越坏 我觉得美国一直在打台湾牌 想用这个来做交换 这个梦该醒了 因为做不到 我实际上就是 包括拜登要跟习近平通话 包括布林肯想访问中国 叶伦还有Remando商务部长 也想访问中国 就是这样 因为中国都已读不回 所以这个也会连累到 蔡英文访问美国 因为现在传出来的讯息 就是苏立文跟王毅通的电话 然后就留了一句话说 等蔡英文返台之后再说 那这个就隐含着说 那你就在这几天内表现给我看吧 就给人家有这个味道 不是味道 就是这个意思 所以我们就看到 我们本来认为理所当然的 比如说Campbell 应该会去纽约 跟蔡英文见个面吧 现在就看起来是没有 那要看今天的状况 因为今天晚上有演讲 那这个就意味着 而且最近美国的讯息 真的有点值得观察 我认为事情正在起电话 比如说 泽伦司机突然打电话 他说他放话 说他要跟习近平见面 那他要邀请习近平去乌克兰 泽伦司机没有美国的允许 怎么可能自己讲话 对不对 然后彭博突然发表一个社论 说欧美对于中国提出来的 和平文件要好好严肃思考 基本上 我觉得美国有一个氛围 已经在转动 就是说 这个今年夏天 原屋的预算就到期了 那接下来众议院不支持 因为共和党现在控制众议院 那美国财政那么差 那金融危机一大堆 银行还可能有问题 那你要跟中国缓和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氛围出来了 结果刚好撞到小英去美国期间 我刚刚查了一下 这个民进党中央的脸书 他就直接讲说 我们是台湾人不是中国人 请问这是赖信德的立场吗 赖信德要不要表态一下 你要直接跟中国对抗民主认同议题 是不是 赖信德你要这样搞吗 我跟你讲 你的张志豪完全不够格当发言人 搞什么声率小扁撰 什么东西 总统是要凝聚国内团结 你在搞什么 这种脸书还不下架 张志豪还不换人 笑死人了 找一个小声率来当发言人 你是党主席 你要不要节制一下 张志豪过去做过新北市议员 他的发言风格 或者是他的意识形态 现在还是完完全全在这个位置上 民进党发言人上面展露无遗 恐怕这个民进党中央要好好的想一想 是不是适当 他再继续担任这样的职位 这个亮哥都神奇了 你看看这个民俗认同这件事情是一个大的议题 是要用这样声率小扁撰 你到时候赖金额是代表台湾民族主义 跟中国民族主义对决吗 你是这个意思吗 这是你的总统参选路线吗 要不要说清楚 打电话前的我可不可以表达一些我的想法 当然 哎呀 我跟你讲我等了好久 这个张志豪终于讲出我心里话了 因为他们当初二十大十月二十六号 讲话的时候就是中国人不打中国人的 中国人要是发生了 台湾内战是打外国人的 你不是中国人那就救了我们 希望伤志好能够影响的人全部排队 也不要再搞什么全民多元法了 就你们直接就负责打仗就行了 我们其他人就没事了 就承认是中国人就不会就是和平 那你这个人的话就代表战争 那其中赖青头要站在前面的 二十个钟头的发言人讲话 我跟你讲啊 就是活到这么大 我活在台湾从我出生到现在最害怕的事情 我们村老一定非常了解 就是这件事情 今天你什么小扁钻 我告诉你 你先亮亮给我看看 你自己二十个钟头没有 我跟你讲啊 赖青头不是无能就是无德 这是全台湾的人的命都赔上去 我们今天的生活多好 大家对于贫穷的日子 三四十年前的贫穷日子 没有人敢忘掉啊 你什么小扁钻 我说一句良心话 能够受教育 读到中学都不简单了 还有今天 还谁跟你中国人 你不是中国人刚好 刚好你去上战场去 我们没这个能 没这个能力 没这个闲工夫 没跟你这样讲 这个亮哥今天很生气的原因 是因为他本身的出生跟我们不一样 他恨铁不成钢啊 民进党基本上的话 讲到这种事情 我们听了会非常难过 台湾能够经得起这样子内部的分裂吗 你看一下 我们这个消息当中 讲到美国里面 所出现的问题有多少 今天美国自己都看到 非常认识误 就是说这个 视识误者为俊杰 美国自己本身 对于小英的这种 过境外交 都是尽量低调行为 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内部来讲 赖清德要选总统 我希望你 你要是选上 我们就完蛋 你要是不选上 你们就完蛋 那变成了完蛋比赛 那还得了啊 这样是不是 对 那很好啊 很好啊 那这样人家就知道 他的政治跟蔡英文是不一样的 所以美国金融时报的依赖论 是有根据的 美国金融时报早就写过 对赖清德主张的台独 跟小英讲的中华民国 在台湾的主权现状 这种论述是不一样的 所以这里就进一步证明 赖清德的台独 跟蔡英文是不一样的 所以不用装了啦 途穷比现了嘛 很好啊 很好啊 这个他自己去面对 他既然要这样说 他就要面对政治后果 我觉得这个 我觉得习近平去乌克兰 可能性不高 不高 不过我认为 打电话是有可能 那不过这个 这个背后所吐露的意义 内涵应该是说 泽伦斯一怎么敢打这个电话 不可能 这个应该是美国 有一定程度的受益啦 因为泽伦斯一目前是 完全依赖美国 他需要美国力挺啦 可是美国现在确实 民意在发生变化 比如说连 川普我们知道 他已经诉求和平了嘛 根本就是反战 然后共和党第二个 这个民意第二的 那个佛罗里达州的州长 他就公开讲说 继续打乌克兰战争 不是美国的核心利益 他说Fightful Interest 他说美国最重要的 关键利益 是边境安全啊 美国军力的提升啊 还有跟中国竞争 不是俄乌战争啦 他讲那么白耶 所以我 你去想到 包括麦卡锡 麦卡锡说 绝对不开空投支票 所以我觉得这个部分 泽伦世纪应该心里有个底 他知道 这一轮预算之后 恐怕不容易 恐怕不容易 不容易再拿到大笔预算 所以真的要做一定的处理 所以如果没有钱 这个账也打不下去了 如果是这样子 对 打不下去啊 而且欧洲 承诺的坦克 这都在缩水啊 比如说最近 德国的那个豹尔坦克 交了 只交了18辆 所以这个跟预期中的数量差很大 是 以色列现在 这个问题有分成三方面 因为 因为我是说科学哲学 这里面以色列的教授多 我们来往多 平常聊天的地方多 首先第一点的话 这个纳坦亚胡 已经上上下下 都因为贪污的原因 经常 经常就是被起诉 在边缘当中 纳坦亚胡的当选 完全是靠以色列 不用当兵的 就是正统派的犹太人 这些人的话 他能够当选 当了总统 第一件事 他要修改了宪法 修改法律当中 主要就是要把这个法官的地位 给削减掉 也不能够判他刑 不能够起诉他什么的 所以以色列大反对 以色列大反对 到了前天的时候 达到高潮 因为纳坦亚胡 把他的那个什么 什么一个部长 这个国家安全部的部长 就直接 因为他不正同这个观念 就直接把他撤职 撤职以后65万人 以色列才多少人 65万人 这是第一点 这个问题非常严重 第二点的话 纳坦亚胡的儿子 纳坦亚胡的儿子 纳坦亚胡 他本身 他的哥哥 是有名的乌干达世界的队长 纳坦亚胡是非常重要的 就是这个姓 在以色列是很有地位的 恩德里世界 对 这是有名的世界 而且摩萨特当中 整个世界非常成功 就是把队长给干掉了 这奇怪 然后就是纳坦亚胡的儿子讲 这就是颜色革命 我看到这个颜色革命 高兴得不得了 这颜色革命都搞到以色列来了 这个是非常严重的事情 然后第三点的话 我跟你讲 以色列的国家是 对外很团结 对内非常批判的 这个国家了不起 现在做这种事情 这真的了不起 人家讲说 你们以色列人 怕不怕这个国防出问题 因为他有很多国防部 他们的飞行员 以色列的飞行员 都不退休了 都干了六七年 他们的话 他们是预备役的飞行员 讲说我们到时候 反对纳坦亚胡 我们可以不开飞机 但是国家一有事情 马上没有一个阿拉伯国家 是会是以色列对手 所以这点很了不起 蛮久现在人在湖南了吗 没有 他现在还在湖北 今天晚上在湖北 那宋涛是要 今天晚上在湖北跟他吃饭 今天在湖北跟他 见面吃饭 然后一块 陪着他到湖南 这个这样就很罕见 一般都是一个定点 那如果还陪他走一程 那就是非常罕见 这个当然就是高规格 不过我也觉得 不需要在这里做文章 因为蔡英文去美国 也是私人身份 那你也看接机的 就是AIT理事主席 罗森伯格 这个就是平常心就好了 我觉得 那当然 我们不知道宋涛会讲什么话 这个当然大家会关注 看马英九如何回应 我觉得蔡英文去美国也是类似的状况 因为马英九跟蔡英文都是比较谨慎的人 我不认为他们个人会有 这个出乎你意料之外的发言 那可是 如果今天纽约是确定是去哈德顺研究所 那应该是要跟蓬佩奥做安全的一个论坛 那就关键点就变成是蓬佩奥说什么了 还有到加州也是一样 就是看麦卡锡说什么 因为小英这一次的行程 我们现在还没有看到 现任的拜登政府的官员 是不是有人要从华盛顿去纽约 跟他会面 现在因为昨天科比说没有 那如果这样就有点奇怪了 就是本来 本来大家会想说 那至少跟民进党很熟的坎贝尔会去一下吧 他是白宫的印太事务的主任 不然就是至少跟顾立雄见过面的 那个副国务卿雪曼会去一下吧 我觉得这个是基本的规格吧 那如果真的都没去 那这样就有点怪 就说小英这个行程变成 他见到的都是共和党的前任或现任的高层 不是现任的执政党的人 对很奇怪 这个事实上我在一个礼拜前就听到罗智震在提 我觉得罗智震提这个观点是很正确的 就说奇怪怎么执政党 是不是故意在回避了 因为坦白说 那个康达有没有做过境简报那个不重要 重点是科比他说 那个高层官员的会面没有安排 这个就有点奇怪 而且还有另外一点就是他所见到的共和党的人 都是非常明显反中的代表 像蓬佩奥啊这些预定要见的 蓬佩奥事实上是黑名单之一 黑名单之一 28个黑名单之一 那你刚刚讲到那个外交事务既刊 那个博明也是黑名单之一 所以他们本来就是非常激进反中的代表 那麦卡锡听说在洛杉矶见面的时候 那个对中共战略竞争小组那个召集人 加拉格也要过去 所以整个氛围啊 我觉得这个不是小英演讲造成的 是他见的人 他见的人如果都偏这样的人 那这样就会蛮奇怪的 这样要小心 不因为现在的感觉是 拜登好像要想跟习近平通电话嘛 然后想要谎和跟中国的紧张关系 那你现在见到共和党的人 坦白讲都是最反中的代表 最鹰派的代表 对所以就有点怪啦 我就觉得有点怪 所以要提醒我们自己政府要小心 提醒民进党政府要小心 他以为没问题啦 是不知道他们要讲什么 我先要把这个前面两位 前辈啦 讲的意见啦 综合一下啦 这个我们的亮哥是 明白人装糊涂啦 我们这个大佬讲的是有道理的 为什么呢 蔡英文到美国去哪有什么怪啊 人家的话 蔡英文在美国应该讲 I'm the President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 他敢不敢讲 不敢了 他就不敢讲啊 至少马亦就讲了 登不登是另外一回事啊 两者之间做比较哪有什么怪 这个图很有道理 就是马英九到了一个准备追求 两岸和平关系的地区 所以出现的结果 一方面大家一方面低调 另外一方面强调这场是和平之旅 蔡英文到美国去的话 是一个准备打仗的一个访问啊 到了美国啊 我不是讲说到贝里支 跟到这个 到这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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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关里马拉 我要强调的重点是 蔡英文自己是非常小心 美国不待见的原因 非常非常明显 就是因为形势比人强 拜登想跟习近平谈话 然后布林肯啊 叶伦啊 这个联盟多又想要 这个要求中国做这个做那个的 一大堆留战 使得这次的情势就突然转变 说句良心话 过境外交没有这么低调过 不过这里头最重要的一点 马英九到南京 除了到中山林去夜林之外 南京大屠杀纪念馆以后 他留下非常非常多的 这种心情 有哽咽的声音 大家不要忘记啊 他的爸爸妈妈 马赫林啊 跟他那个太太 他们是在重新结婚 为什么 他自己当过青年军啊 马英九就来自于抗战的家庭啊 到了抗战的时候 怎么会没有感觉呢 对不对 效果自己就强烈的感觉 像刚刚我们那个村老讲到说 你本身来的 谁跟你说过人话 非常刺耳啊 这种话你说出来 那个罗自正还讲说 马英九参观抗战历史 是配合大陆反日统战 哪一个中国人 马不想抗日 哪一个中国人不想 好好地给日本人话呢 这个邪海深仇 不能够轻易忘掉 你可以表现得很大方 但是你不能够讲说 该纪念不纪念 罗自正讲这种话 你为什么不讲蔡英文呢 蔡英文到了美国去干嘛 公讨花了一大堆人的钱 然后到了美国去 实际的成效是零 拥有的那种 接见的访问 除了庞贝奥 还有这个什么 到了这个麦卡锡 这些人管什么用 美国的政治人物的水准 到什么程度 你今天还不明白吗 这么多了 就像这样的灰塑